大家好,我是Eason 歡迎來到Eason獨教 今天我們要來聊一聊三合 要聊三合之前呢 先請大家看一下下面這兩個片段 我們要來聊一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看完上面两个片段之后 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没错 三合就是进阶版黄天 跟进阶版的魔匠挑战 还有什么 进阶版的奇策无限挑战 外加进阶版的精英副本 所有东西统合在一起 就是所谓的三合 我们切换到陆服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就跟黄天一样 一样的对战差别在哪里 有没有仔细看到 对方的武将只要有出专武的 几乎都是有专武的 还有对方有灵宠 跟神兵 这就是所谓的进阶版黄天 然后三合的武将 比精英副本还要硬很多很多 一般来说我们在推精英副本 大概推到80级90级 多一点可能到120级 你能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滴血 这也就是为什么 红元姬这么重要 因为他打真实伤害 包含为什么我最近做的影片 首先第一我先推了鲁树 第二我推了姜葳 让大家知道有了鲁树的姜葳 是多么的很坦 再来我推了 噩梦姜妇女队 一步一步从妇女转型成 噩梦姜追几姜 为什么 为什么我最近影片要这样一步一步慢慢上 我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 鲁树的重要性 以及 你如果是练噩梦姜的队伍 基本上在上合里面 你已经可以打八成的关卡了 因为这些队伍都是打真实伤害 那为什么鲁树这么重要 你想嘛 如果你没有鲁树的话 面对比精英副本还要痛的怪物 你怎么撑 你如果没有鲁树的话怎么撑 尤其是遇到那些不能剪圆的关卡 又或者是限定你 六个角色里面只能剪圆一只两只三只 面对这些关卡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突破 假设今天你没有鲁树的话 所以我不仅是创造新的队伍 让大家去了解鲁树这只角色 又或者是说透过僵尸流 来让大家知道赵云以及张飞的好用之处 再来面对如此高防御的三核怪物 如果你今天不是打真实伤害 你打出来的输出都是一滴 基本上三核你也是不用玩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一阵子的影片 会一步一步告诉大家 慢慢的让大家去了解鲁树有多重要 以及赵云江妇女队有多重要 因为想必大家都知道 台版开三核的速度 大幅领先日版 更不要说是路版 那因应这些版本很多角色 其实我们台版根本就没有上没有出 导致于我们必须要面临的是 台湾特别版 如果今天官方没有在过年期间 抢先上架王源鸡的话 我相信大概有最少超过一半的人 三核是不用打的 所以一旦王源鸡下到普通池之后 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把王源鸡抽到无火 不然对于三核要推土 其实有很大的难度 话说回来 到底该不该利用 这么多的幻星去抽一支王源鸡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 因为这些幻星你拿来充降魂 又或者是买核四币 会比你在现阶段 把幻星拿去抽王源鸡 要来的实用许多 因为王源鸡在一个月之后 就会下到普通池嘛 所以无课跟中小课玩家 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的囤卷 以求在下到普通池之后 第一时间把王源鸡抽到无火 那当然你如果想要充三核榜 因为三核榜有所谓的奖励 包含你三核推的关卡越后面 你每分钟所获得的资源就越多 跟黄天一模一样 只是三核它有掉落专属的时间加速道具 就像你买黄天的加速一次买50幻星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第一时间突破三核 推到月后面的关卡 你所获取的资源 那个落差会非常的大 以上就是第一期对三核的初步介绍 先让大家对三核这个新的副本 有一个基础了解 以上就是第一期的三核解说 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赞 让我知道 谢谢各位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